真的有一点混斗战斗的精神 你各位如果仔细看 最左边的是花 这个荷香石花 这个张大千的荷花 都用墨色的 一户都几千万 他说我想用彩色的 比较有喜气 一流国际曾经拍卖过 我一户彩色的荷花 他说因为看得很喜气 所以一流长流的方官是火轮雕啊 所以当时是高价卖出 那各位看到中间的这两国啊 有一点混斗的精神 当精神不好的时候 或是事业碰到挫折的时候 你们把他看一下这个 真的会有这些影响 那另外 另外我们看到德国朋友 站在那一湖山水花那边 如果想花财啊 因为那个水是这么多 山跟水是这么多 因为地理大师 有四十里的大师 他说谁想花财啊 就收藏这一幅画 收藏这一幅画 收藏那一幅画 就会花财 他所以想当领导 这一幅就不是了 那我们看到这一幅 这个这一幅 我们看到这一幅 一个和平单位说这一幅画 跟这一幅画 有世界和平的象征 这幅画是画些什么呢 大家看到右边万丈光芒 左边是一条龙 所以等于是灰龙在天 灰龙在天 它下面是大地 地义 所以这个和平单位说 这个有和平的象征 有吉祥的象征 那这一幅啊 这一幅哦 它说将各种颜色的人们把它融合在一起 而且用这个网路把它连在一起 那个和平单位说 他三列二号 三列四号 有一个和平活动 这一幅可不可以借他 去展示 因为他跟其他20个国家的 一些和平活动 那个 那个 我德国的朋友 你看到这 这一幅其实是德国 德国 这一幅是德国 他说在台有一位退休的官员 他看上了 但是他说他退休钱不太够 他说 换了一个错误 不应该跟他老婆讲说要买花 他应该是四万钱来买 那就成功了 他因为跟老婆讲了说 他要买这五花多少钱 老婆 我觉得他已经退休了 钱没那么多 应该节省一点 他说唯一的错误 就是对了 很坦白 他现在如果买回去 买回去跟他说 不要讲那么高 讲比他低的价格 他说也算是欺骗老婆 所以他就不敢 所以有这些点点的 那我们这一次展出了 因为场地的关系 跟总共展出是30多户 包括总监的办公室 董事的办公室 都有展示 那最后我们欢迎与那个陈总监 那个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展出啊 那感谢王银齐 银齐小姐的欢迎 然后也是总监不嫌弃 总监说 银齐跟我讲说 总监每天来上班看到这些话 心情就特别好 他每一天看每一天有不同的想象 所以帮这个会馆 让客户能进来讲 感受更好 那这样我也算要做一点点 不能讲工人 不能讲工人 不能做一点点 一点点大家喜欢的事 我们请总监 帮我们讲 陈总监 欢迎陈总监 谢谢 各位贵宾大家好 欢迎你们今天呢 拨时间来到我们这个台北101的76楼 那今天我们真的是也很荣幸 邀请到那个艺术大师 那个蔡光云教授 真的是很难请得到啦 说实在 所以呢 能够 他能够 愿意来我们这边 展示他的话 真的我们真的很高兴 尤其我每天来这边上班的时候 真的一服一服 慢慢的欣赏 越看越喜欢 我想说 如果真的我很大开 我就全部通通把他买下来 哈哈 对 对 做菜 他的话哦 有那个增值性啊 然后他在我们这边展览 他拍的价位又是很平价 并不贵 那所以呢 如果说大家有用心去看 或者说也欢迎你们每天来 都可以慢慢的欣赏 慢慢的看 那可能感受会更深 就像我每天看这些话 如果哪一天他这个剩下的话 如果说还愿意留在这边 我们都很愿意 好 可以每天让我这个心情 不一样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呢 待会呢 就请各位慢慢的欣赏 慢慢的体会 因为每个人欣赏画的那个眼光 角度不同 然后看法也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可能大家一起去探讨每一幅画 他的感觉是怎么样 这也是一种意外的一个趣味 好 那我希望说今天的展触很成功 那也感谢我们的蔡教授 他真的也是一个很慈善家 我希望他能够走向全世界之后 能够更花样我们中华文化 去到每个世界都可以看到他的画 然后他的精神 真的是我们非常非常 可以说我还没有看过这个年纪 能够把一个画画的这么的 这么的精致 这么的有精神 每个画真的都不一样 我们每天都在看这些画的时候 每天看的感觉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说有缘人 如果说把画请回家的时候 真的慢慢的欣赏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赞叹 谢谢各位 谢谢陈总监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刚刚拉了陈总监的小剑桥 我们是手牵手 新年鲜 所以感谢陈总监 陈总监也喜欢这些画 希望所有的贵宾 欣赏到这些画都有收获 你怎么看 眼看近看怎么看 都会带来新年丰鬆 一些成就 那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这边 你 blindly 对